那其實不同版本,我剛剛有提過,不同版本有不同的類似 那所以第一個,這個我們已經按右鍵可以移動到新的工作表,這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就是什麼?增加圖表標題,而且要適中 這個大小是24,那名稱的話就是什麼?通訊產品報表 那怎麼做?其實很簡單,第一個的話你可以找到什麼?版面配置 第二個的話就是圖表標題 圖表標題裡面的話就是什麼?我放置中 看要重疊還是要上方,這個效果不一樣 我現在應該是用到置中重疊 重疊是這樣,放在這裡 那如果你是上方的話,就是什麼? 你可以試一下圖表上方,它會放在這個上面 圖的上面,也就是沒有重疊 以後看各位哪一個效果會比較OK 你可以先試一下 如果不OK的話,你可以按Ctrl Z 把它復原一下就可以了 上面的話也許就是輸入 通訊產品報表 就把這幾個字 好,那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要自124,所以就選它 建議是直接選這個框框喔 但你可以這樣選也可以啦 不過我習慣這樣,點一下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點框框 等於就是整個框框裡面的字 常用裡面把它設定二次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那個字型的話呢 我們用這個中黑體或叫正黑體也可以 正黑體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要加出,可以加個B OK 然後再來這個第二項 第三項的話呢就是把圖力 那什麼叫圖力喔? 其實圖力就是這個東西 中區、北區、東區、南區 把這個東西搬到什麼?搬到左邊 本來在右邊預設 那怎麼樣把它搬到左邊? 其實很簡單 在版面配置 裡面的話一定會看到一個圖力 圖力裡面的話 你又把它改成在哪裡呢?在左邊 這邊左邊按一下 你會發現它就跳到左邊了 如果將來你不要圖力的話 你可以把圖力改為無就好了 無就的話就刪掉了 OK 那個東西叫圖力 你只要記得那個名稱 你以後就很好找那個功能 就怕如果有一個同學 不知道那個東西叫做圖力 OK 好 那我們就放左邊好了 在左邊顯示 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每一個資料的外側 就會有數字 比如這個長條圖到底多少 我總不能每次都看這個歪軸上面的地方 然後當然有些地方還要這樣看 蠻辛苦的 但是你給我的數字 放在這個柱狀圖的外側好了 那怎麼做 其實剛剛有用過 在資料標籤 那特別注意喔 它有所謂的內側 內側就把數字放在那個長條圖裡面 還有什麼基底的內側 另外我覺得蠻長 比較常用的是中點外側 外側就是放在那個 這個圖的長條的外側外面的部分 OK 其實這樣看起來還蠻 這個一目了然的 我覺得有時候蠻常會用到 所謂的資料標籤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隔線 像目前有水平隔線 但是是最長的 最大的那個隔線 所以呢 這邊的話 希望就是顯示什麼 主要跟次要 那隔線部分在這裡 我們首先的話是針對水平的 水平在這裡 那它目前只有主要的 我連次要都要的話 那就主要次要都要 所以按下這個主要與次要 按下去 那你會發現主要隔線 跟次要隔線都出現了 正來的話呢 我要什麼呢 垂遲的隔線 垂遲的部分 但是其實我不要主要 是要兩個 我要主要的就好了 所以主要跟隔線 那垂遲的話呢 只要主要的 所以選擇主要隔線 也像說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我希望這個背景 白色的不好看 我希望把那個什麼 白色的 就是所謂的繪圖區 那繪圖區在哪裡 這邊有個繪圖區三個字 按下去 然後呢 選擇其他繪圖區選項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所謂的漸層效果 漸層效果在這裡 那要哪一種呢 預設 我這邊有提示 預設有沒有 預設要靈敏 所以預設這邊有 哪一個是靈敏呢 看起來很像靈敏的 這個好像比較像靈敏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應該是 這個第一排的第四個 OK 你就選擇靈敏 按下它 效果就出來了 再來的話呢 最好是靈敏 然後呢 上面有那個 因為靈敏上面是太陽 太陽的話 感覺用黃色好像比較OK 有沒有 靈敏好像升起化 感覺 業績可能越來越好 那感覺 可以再把色彩的地方 本來是藍色把它改成黃色 有沒有 按關閉 上面就有黃色效果 OK 反正這個其實一個效果啦 說真的 將來你要怎麼調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那只要不要太突兀就好了 還有呢 就是說圖主要呈現的東西 能夠讓人家清晰明白 一目了然就是好的一個圖表 不要說 為了做圖表 做的有點太誇張了 然後呢 最後反而大家都不知道你的重點在哪裡 只是看到你的圖啊 好鮮艷 好可愛 這樣的話當然就失去 我們要表現的這個重點了 所以是相關的功能 當然這個地方是版面配置 如果你的新的版本 你可能要稍微找一下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另外一個 問卷調查 好 問卷調查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這個也許請各位就先在這邊先 好 把他存檔一下 這個就完成了 好把他試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 再來開啟這個問卷調查這個練習題 問卷調查 我這邊有兩個 一個是原始檔 01的這個 開啟 那你會發現喔 這一整個 因為呢 問卷調查通常都會用編號來帶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最常遇到的 也是資料正規化的問題 就是你必須查表 比如說像性別好了 清單裡面性別 性別叫什麼 性別 A1就是男 A2就是女 所以你變成要什麼 把A1 改成男 A2改成女 哇 那這麼多怎麼辦 勢必 你需要這種V番數 但問題來了喔 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從 這個第一個編號不用 從B欄 第二欄 一直到什麼 到O欄 哇 這一堆有沒有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欄 那十四欄 那十四欄會的話 你V番要做十四次耶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這題主要呈現說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喔 一次就完成了 一次喔 那一次的話 這邊重點就是說 我們可以先做出 這個V番一次之後 然後呢 會需要配合兩個重點 一個是定義名稱 另外一個就是用一個函數 叫做 indirect 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 在我們 這個裡面 所以我 通過這個就要 定義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定義名稱太重要 如果你從來沒用過 如果你用得過手的話 我說千萬 這太好用了 那定義名稱 你可以配合這個函數 叫 interact 這個函數 那其實就可以達到 一 只要一個公式 其他的就是向右向下 十四個欄位 一次完成 哇 他感覺真的很棒 那不用寫程式 這個地方其實 剛好有這個函數 他可以幫我們 就不用寫程式 不過理論上 如果用VBA來寫 其實也可以辦到 VBA其實就可以自動 全部幫你跑完 只是說當然程式 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 OK 所以請各位先 試著把剛剛的部分完成 待會也了解一下 這個問卷調查 需要做到的這個效果